这条白狗在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 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 让它的身体几乎被冻僵 其身后四条腿更是不受控制的颤抖 每迈出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五米高的围墙上摔落 可白狗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它只是换了一面围墙 继续趴在鸡血上面 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 似乎想从中搜寻到某个熟悉的身影 据一位好心的小姐姐说 这条狗是十天前突然出现在花坛边的 当时全身毛发雪白 而且胖乎乎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它一定是条有主人的狗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整整十天主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而白狗每天就在花坛两侧来回徘徊 盯着每一个过路人看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 它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 突然白狗加快速度跟在了一个黑衣女人身后 可是刚走出十几米 它仿佛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 于是慢慢停下 用一种极其悲伤的目光朝远处望去 没过多久 它又跟在一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男性身后 却照例还没离开花坛 就停下了脚步 白狗就这样不断生起希望 又再一次陷入绝望 自从察觉到这只白狗 有可能是被主人抛弃了之后 小姐姐就一直想帮助它 但每次刚一靠近 狗狗就会警惕地离开 走到花坛另一侧的围墙上趴下 小姐姐不走 它也不走 就那样躺在积雪上面 缩成一团睡着了 因为担心气温太低 狗狗很有可能在睡梦中被冻死 所以小姐姐跟两个朋友 搬来了一个大纸箱 还在里面垫了层毛毯 接着放上准备好的狗粮跟罐头 想让狗狗能过得更加舒适一些 做完这一切 它们悄悄离开了现场 希望白狗能卸下防备住进小窝 可是直到当天傍晚 狗狗依旧在围墙上趴着 纸箱离它紧紧几步之遥 它却像是怕错过了主人的身影一样 明明被动得浑身颤抖 眼皮都打着哆嗦 却始终不愿意离开街边 第二天当地下起了大雪 白狗身上都盖了层厚厚的雪花 却依旧坚持着穿过灌木丛 走到花坛另一侧观察路人 它仿佛忘记了寒冷跟饥饿 只想快一点找到主人 跟它回家 一晃几个小时过去 雪停了 风也停了 只有白狗还没停下找寻的步伐 当小姐姐又一次来查看情况时 它依旧站在花坛边朝下方张望 而纸箱里的两根水都一口没动 小姐姐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狗子如果一直不吃喝 迟早只有等死这一个结局 所以第二天 它联系了动物救援组织 希望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能够顺利救出白狗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 小姐姐突然发现白狗不见了 它们找遍了整个花坛 都没有发现狗子的身影 后来小姐姐去附近打听了一下 原来是昨天晚上有人看白狗可怜 想带它回家 结果狗子被吓了一跳 匆忙躲避间穿过马路 消失在了另外一侧 为了尽快找到狗狗的下落 小姐姐跟工作人员 进行了地毯式搜寻 沿街打听了所有店铺 寄希望于会有人看到白狗 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没有目击者 也没有任何线索 转眼间20天过去 小姐姐几乎放弃寻找狗狗了 零下十几度的冬天 一条宠物狗在外面怎么生活 可是就在第21天 有居民给节目组打来电话 说早晨遛狗时 在公寓附近看见了这条白狗 当时它趴在草地边上睡觉 身旁还放着好心人给的一把狗粮 为了确定居民口中的流浪狗 是不是那条白狗 动物救援组织的人员 决定跟这位阿姨一起遛狗 他们远远地跟在后面 结果走到小树林时 那条白狗真的出现了 它比之前瘦了一些 也脏了一些 但还是一眼能辨认出来 它就是一直在等待主人的那条狗 工作人员火速敲定了救援计划 决定将狗狗引到公寓楼内部实施抓捕 因为白狗看起来 跟阿姨家的泰迪关系很好 所以真的一路小跑 追到了公寓楼下 进门前一刻 它在台阶上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而守在外面的工作人员火速 关上了大门 起初狗子表现得非常激动 在楼道里来回逃窜 可是即便被人类围堵在角落 它也没有发出吼叫 或者咬伤任何一名工作人员 当它慢慢平静下来 知道眼前这些人 不会伤害自己之后 就任由志愿者们将它带上了车 工作人员先是带它来到宠物医院 准备做个全身体检 而狗狗全程都表现得非常温顺 看得一生都忍不住有些动容 它说这条白狗的主人 以前一定很爱很爱它 所以狗子哪怕被抛弃了这么多天 在外面遭了那么多的罪 也没有生出怨恨的情绪 它依旧享受来自人类的关爱 依旧充满了人情味 而检查结果也让大家非常高兴 狗狗只是有些营养不良 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吃几顿好的 就能恢复以前那种精神模样了 收到白狗获救的消息后 那位小姐姐也很快赶了过来 看到狗狗还健康地活着 它激动得都快哭了 而白狗似乎也认出了这个好心人 看起来非常享受它的抚摸 经历过这样的大起大落之后 小姐姐决定收养这只白狗 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不管上一任主人因为什么抛弃了它 小姐姐都不会再让它受苦受难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到狗狗在雪里冻成那样 真的心都要碎了 不理解上一任主人是怎么想的 哪怕把狗狗送给别人 也比这样不负责任的抛弃要好 不过幸亏狗子遇到了好心人 不管是小姐姐 还是动物救援组织 亦或是后来的阿姨 多亏了他们的帮助 狗狗才能成功获救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